在科学技术基本没有完全意识时,古代中国和西方人的国度,都毫无例外地把人类居住的地球看成是自宙的中心,这就是有名的地心说。 直到16世纪,哥巴尼才提出了日心说向地心说挑战,经过长时间艰苦的努力,哥巴尼的日心说还逐着占了上风,取得了这场争论的胜利。 日心说的主要贡献是把地球将为一颗普通行星,而把太阳作为宇宙中心天体,到18世纪,赫歇尔又进一步指出,太阳是银河系中心,到20世纪,卡普利批驳了太阳是银河系的中心的说法,他把太阳流放到银河系的边缘,认为太阳离银河系中心有几万光年的阳软。 当太阳离开银河系之后,谁做这银河系就成了天文学家特别关注的大问题,因为,银河距离人类仅不算太遥远,理应把他的主人搞清楚。 但是,由于银河系处充满了尘埃,对银河系的观测并不容易,要想透过这层凑后的面纱,看清银河系中心的真相,实在不容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观测银河系的手段也在不断改进,人们的银河系的了解也在不断增加。 这种方法主要是接收尘埃无法见挡的红外线核射电源,然后再对之进行分析研究,就像医生测人体新变图一样。 天文学家们从红外线核射电波送来的大量有用信息来观测银河系的内部结构。 最新接收到假新射电波的科学家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角茨基,由于银星河球的红外线核射电波信号很强, 鲁兹基认为,它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恒星密集核心,而且可能是质量极大的矮星群。 1971年,英国天文学家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核球中心部有一个大质量的致密核,或许还是一个黑洞,其质量约为大量质量的100万倍。 这种假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核球中心真有一个黑洞,那么银星应有一个强大的射电源,于是,天文学家们开始了对银星射电源的探测。 20世纪8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探测到一每秒200千米的速度围绕银星运动的气体流,这种气体流离中心越远速度越慢,他们估计这是银星黑洞射电源的影响造成的。 另一些美国天文学家也一步探测到银星的射电源,这说明银星可能是一黑洞,但这种说法遭到了前苏联的天文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证明银星是黑洞的政绩不足,又提出了另一种架设,银星可能是横显的诞生地,因为其中心有大量的分子云,总质量为太阳质量的10万倍,温度为200K到300K。 由于天文学家对于银星是否为黑洞的问题争论不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天文学家海尔斯提出了一个假设,其一对质量与太阳相当的双星从黑洞旁掠过时,其中一颗被黑洞吸尽后,另一颗则以极高速度被抛射出去,这个判矩得到了天文学家们的认同。 但经过计算,根据越过黑洞表面的距离,这样的机会并不大,凯尔斯的判矩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不实为一条探测的路子,暂面,要最终搞清楚银星的构成大概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熬社会的人类最终一定会搞清楚这个问题。